美国之音从劳工人权组织处获悉 在美国塞班岛打工的92名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受到了侵犯 他们正通过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投诉 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的驻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方斌你好 平老你好 方斌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92名中国工人的情况好吗 好的 他们是在位于菲律宾海跟太平洋之间的 这个塞班岛上的一家赌场工作的中国劳工 那么这家赌场叫博华太平洋赌场 92名中国工人就是在那里的工地上打工 那么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告诉美国之音 他在5月1号国际劳动节的当天 接获了92名中国工人写给他的求助信 那么在求助信中的这些中国工人说 他们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 没有休息日 每天的工资是大约300元人民币 约合40多美元 远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的标准 那么雇佣他们的是中国金螳螂装饰有限公司 公司收取他们每人3万到5万元人民币 不等的费用到美国来打工 他们说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发 那么李强在跟92名工人之一的孟宏军了解情况的时候 孟宏军通过手机他是这么说的 这边老公公这边也没人管 这么长时间我们都困到这 想回国也回不了 又听不到 想回去也回不去 鸡票鸡票钱都没有 双方费都吃饭都紧张 你做都没有钱你怎么回去 他们跟金螳螂是有什么合同 你们跟金螳螂有什么合同 我们这是我们现在他们雇佣我们这人去打费工没有合同 现在你上班了你挣钱你不上班就没有工资了 没有没有签什么合同 平常 方斌那么在中国劳工观察参与了干预之后 那么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这92名工人 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在接受美国中心采访的时候说 接到了他们的投诉以后 这个中国劳工观察已经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以及美国劳工部进行了联系 那么最新的情况是中国驻夏威夷总领事馆 已经派员去看望了他们 另外雇佣他们的金螳螂公司的一位律师也出现了 昨天给他们美人派发了200美元 但是他们认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 侵犯劳工权利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允许发生在美国 他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事情 我感觉到中国的这些工厂 他们在中国侵犯工人权利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 而这次他们把侵犯工人权利的这种事情 带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 带到了美国这样的一个 有这个就是说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 是一定不能允许在美国这种国家发生的 我们会跟踪事件的发展 继续就此做出最新的报道 屏障 嗯 嗯